很高興歡迎各位在這個新年期間來到總統府 我先要敬祝各位新年快樂 鼠年行大運 也希望臺灣跟歐盟雙邊經貿關係 也可以持續蓬勃發展 雙邊合作 也可以更緊密合作 歐洲在臺商會一直是強化臺灣歐盟經貿關係 最重要的推手 尤其去年商會組織會員數首次突破400名名額 個別會員也突破900人 顯示臺灣和歐盟的交流也越來越蓬勃發展 臺灣和歐盟的各項合作 在近年都有不錯的成績 尤其是在經貿方面 雙邊經貿貿易總額 在2018年創下歷史的新高 歐商在臺直接投資 這三年來也大幅成長 相信透過這些密切的合作 有助於促進臺歐雙方更緊密的連結 也為未來臺灣跟歐盟洽簽雙邊投資協定 開啟良好的對話奇蹟 另外 我也要特別感謝余蓉理事長 為臺灣所做的努力 去年12月也親自率船前往布魯塞爾 進行蒙副開放任務 積極促醒歐盟 盡早跟我們啟動關於BIA的簽訂 目前 無岸肺炎疫情對全球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針對疫情可能帶來的經濟衝擊 我也已經只是要進行穩定骨灰式措施 對於受到衝擊的旅遊觀光產業 給予必要的協助和紓困 希望將這個衝擊能夠減到最小 當然 我們也密切地觀察 這一次的疫情對臺灣總體的經濟 跟全球經濟的影響 也會做出相應的措施 目前 世界衛生組織及國際民航組織 這些進行全球防疫工作的聯合國重要單位 卻仍然因為政治因素 把臺灣排除在全球防疫體系之外 我要再度呼籲聯合國相關機構 證實臺灣全體國人健康的權益 防疫是全球的事物 尤其是臺灣就在疫情威脅前線 更不應該使防疫出現破口 我也要特別感謝目前 歐盟已經表態支持臺灣被納入WHL 臺灣絕對有能力 也有意願 在全球防疫工作中貢獻國際社會 最後 在新的一年 我要再次祝大家事業順利 身體健康 也期待臺灣和歐盟間的關係 能夠更上一層樓 謝謝 追 daher與當時stoff增長的位置 有夠不尊老爸爸 可不如